一個好的手套 職業用的手套 要比較長、比較長、手毛的大小 頭手、鱷油、三的、外的 每一個球員都不一樣 ihrenー 三真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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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出來第二局 都用到頭手 什麼球裡面想想起來放 沒菜啦、要他以後站起來 要綻綻綻綻綻 每一個環節都不能放鬆 好不好 我 再來 早期這位棒球隊 他們如果要買專業的手套 都一定要跟日本買 價值是非常貴 他們不一定會贏 棒球手套 它是最重要的一個收尾工具 這腳沒有標準的手套 在比賽當中 如果漏了這台球 可能這台球就輸了 所以我就決心說 要好好開發自己台灣本土的品牌 讓我們本土的技術 做出我們本土的技藝的手套 從職棒二年開始 整個台灣的棒球 這整個都風起來 通常假日 為了票派的關係 聽到他就是會安排陳奕信 米傳就是安排黃彬陽 兩個對決 都買無票 都要買黃牛票 所以這就是台灣那時候 職棒會做的順況 棒球用機的市場 都一直蓬勃發展開 但是他那時候 給我開一個條件 就是叫我品牌 如果能夠收起來 美金融N1給我們代購 我當時科魯三天之後 我幫他回家 說 我還是 經營我們自己的品牌 這樣 其實在台灣 要走出自創品牌 真的是比其他的國家還要難 我們的品質 做的 絕對不會撕給日本貨 我們的價錢 就只有日本貨的 二分之一都不到 但是 不見得 台灣的消費者會接受 好 好 輕鬆 輕鬆比較小 他在掛要輕 二壘跟尤其所 他們不是在接球 他是在動球而已 接球點要做得很淺 球進來他爛很快 馬上傳給本壘一壘 或者傳給三壘 外野手套 他手足很長 這就是要增加手臂的範圍 讓他能夠補到球的面積會更大 手套就是這樣 打手 手套戴進去的時候 跟他的手掌 好像是貼合的 這是一種 我們做專業手套 就是一定要有的概念 他手套戴進去 開門 開門 開始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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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有些童謊 就形容我們雙台 那時候就爬到義山快登頂了 登頂沒有成功 從義山的山頂摔到山底下 輸落超了一個月 想到兄弟在哪裡的老教徒正經 不許給我叮嚀 老闆你一定要撐下去喔 我有時候會感動到老百姓 你說這條路更辛苦 我也要有那些人要走下去 蔣志賢就扛起來 棒子已經甩出去了 再見全民黨 哇在九局下半 忠信兄弟從過後四分開始追擊 答案 答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